吊大鱼了 钓友们大家好 我是四季江河游钓 这里是惠州的东江 经过了几天的降温天气 让我知道了什么叫连续空军呢 钓不到鱼的感觉实在是难受啊 我分析原因就是因为我一直钓手杆 可能是鱼都跑到深水去了 虽然这几天气温回升吧 但是水温还是比较凉 所以我今天决定打凉把海盖试一试 我先开点耳垫 我这个是散泡 买了很长时间了 但是一直没用 所以我就用它来当爆炸耳垫 先扫开一点 如果开躲了 钓不到鱼就浪费了 再加点手杆耳料 为什么要加手杆耳料呢 因为这个手杆耳料有粘性 里面有拉丝粉 雾化性更好 而且它有粘性 装到碗里面的话 泡杆不容易被甩出去 而且 这个手杆耳料鱼肯定是更喜欢吃 不用加太多 加入少量的就可以了 如果太粘的话 鱼就不容易撕进嘴了 因为它这个里边有少量的颗粒 所以让它醒一会儿 充分的吸收水分 然后再装耳料 再装钩 今天我用的是网钩 也叫合放钩 也叫爆炸钩 这种钩其实效率非常高 只不过很少有人用 现在我演示一下 如何装钩 它这个上面有 一共有六枚鱼钩 现在我们把耳料装进去 装钩的时候一定要勾扁冲下 就这样 均匀的插进去 然后往下一压 其实你还可以单独留出来一枚钩 可以挂秋蝙红虫玉米都可以 但是我没有 就只能 我就全都给它查理了 好了以后 在上面再盖一层 压紧 这样就可以了 耳料一定要高出这个碗 看 高出来 刚才忘记说了 它这个下面吧 是有牵坠的 我们钓的时候 就不用再加牵坠了 因为它这个牵坠是在下面 往下在水里面 打到水里面往下落的时候 肯定会牵坠 先到底 所以不用担心 耳料会扣在水里 这个绝对不会啊 好大鱼了 兄弟们 我先不开心 嗱呜 kanske不开心 快点 一直过担心 注意 在İm 车 期中 企园 技术 寻 在不过 技术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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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头鱼啊 这条鱼太大了 这条鱼太大了 还能钓到这种鱼 这大胖头鱼太漂亮了 哎呦我没想到啊 在这地方尽是钓到胖头鱼 哎呦他这个有一只眼睛 有一只眼睛瞎了 看他这眼睛这只眼睛这边就没事 兄弟们不掉了啊 就这一条 口实在太差了 而且现在这鱼活性太低了 这条鱼我拉上来都没有多大的力气 活性太差 这条鱼应该有七斤了 这条鱼我拿去卖少说也能卖个七八十块钱 这条鱼 你们信不信 不过我还是要放牛的 给它放了吧 长这么大不容易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啊 我准备找个地方去钓手干 然后我就把它放了 喜欢钓鱼的朋友请点个赞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见啊 忘了